体操赛场上的95号老将面对镜头范义云煽然泪下 我不是很容易放弃了人 在可能真无法坚持的时候 我就会自问是不是不可以了 今天拿下还是很不容易 也要感谢教练的陪伴 25日在西安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体操项目 高低杠决赛中 上海队范义琳以15.200分为免该项目换军 河南队选手如玉飞 广西队选手为小圆分或亚军 季军当自己还是小队员时 看老队员有时踢不起劲而时很难理解 如今作为国家队唯一的95号老将 我完全懂了